我国首只克隆猫大蒜诞生将满月 你能接受克隆自己的爱宠吗? 在8月21日,我国首只克隆猫咪就要正式满月了 可以说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惊喜的成果了 这只克隆小猫咪可是寄托着我们科研人员的努力和技术进步的见证了 据了解呢,大蒜的名字是沿袭他的被克隆猫咪 同样都是叫大蒜,只是后者已经离开了这个美好的家园 或许这就是研究团队对于被克隆者最大的纪念吧 在采访过程中,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表示道 克隆猫咪的过程中会有许多的困难需要去克服 所以克隆猫是真的较为困难,操作也是相当繁琐 对此,网友们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支持的声音占了绝大部分 并且更多的还是在感叹这只克隆猫咪的名字听着特别有味道 可以说网友真是很调皮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